回到新聞時間 安省四個主要政黨的黨魁 今天繼續四出拉票爭取支持 而預先投票將會由明天開始 蘇漢文報導 安省進步保守黨黨魁杜格福特 今天在咸美頓表示 一旦連任會繼續創造就業 令到辛苦的納稅人 獲得更多可以使用的金錢 支持潔淨的鋼鐵工業 以及吸引更多技工移民 安省新民主黨黨魁賀華斯 今天在京士頓宣傳該黨醫療保健政綱 表示一旦當選會退出全民藥物保健計劃 每個家庭平均每年可以節省一千多百元 安省自由黨黨魁鄧德華 今天先在居住的Vonne Woodbridge選區 宣傳政綱 強調生活學負擔 教育投資對於安省民眾至關重要 一旦上台會履行競選承諾 令到選民見到希望 之後他轉往倫敦市拉票 安省綠黨黨魁斯賴納在北部Greffenhurst表示 一旦當選會擴大本地旅遊的稅務返還計劃 並且增加返還金額等等 省選預先投票會從明天19日展開 到今月28日 每日上週10點到晚上8點 合資格的選民帶同身份證明 可以前往所屬選區提前投票站投票